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组选手在第一次上的遭遇 可以说是出神入化 掌声有请 蒋国金 我国著名主题演奏家 国家一级演奏员 是从江南敌王赵松平 1976年 凭借自己创作一曲《水箱传歌》一举成名 他被海外媒体誉为不可多得的神敌 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今天他带着自己的外孙女郑敌来到现场 在外公的群套下 郑敌在竹笛演奏界也已展露头角 清出于栏是否更胜于栏 我们一头侧耳倾听 张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展示一段 这个是世界上最小的笛子 最小的笛子 我看一下 有口笛 有点像个哨 这个很神奇 这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笛子 古笛有八千年的历史 它的房子 这个挺厉害的 您可以用这两样 也吹出非常美妙的旋律是吗 弟弟 你吹一下口笛 好好听 小小抱息的感觉 好 接下来我就用远古的笛子吹起去 好 哇 好美 哇 好美 我觉得刚才那个小的口笛子吹起来 你想试一试是吧 特别可爱 咱们可以都试一下 好不好 对 是这样吗 对 所以张老师您稍微告诉我们一下 教教我们吧 技巧应该在哪里 哎 讲老师把两边堵住了 对 很好 想了 天的想了 什么叫做天赋 来 我怎么不行啊 没天赋 可儿 你知道吗 你这样的话给 冷静点 弟弟是学了多久啊 跟外公 今天是我学第一次的第十年 我七岁开始学的 七岁开始学的 祖孙两代人 一定有看到 所以我立体 我非常期待 看到你们在一起合作的节目 停停停停停 向春晚出发 张老师已经跃跃欲试了 好 等不及了 谢谢 很着急 向春晚出发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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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鸟它的学名叫鲁玉 就是繁衍在山东和河南一带的一种 我对传统艺术的传承者尤为尊敬 一般的年轻的90后00后 可能对国乐知道的不是很多 我觉得首先说对着小妹妹就很敬佩 郑迪我见到她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 那是那次的明月大赛是吧 你自己来参加比赛 你看你的名字叫笛笛是吧 就是七岁的时候家里摆了很多笛字 我就去玩了一下 然后他们就认为我特别喜欢笛字 没想到其实家里没别的可玩的了 就这么一样乐器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女儿有个女儿 没让她学笛字 她喜欢我一看在玩 我抓住她了 抓住她就在玩了 这隔代实现了自己的这个延续的梦想 外公对我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不太表扬我 基本上没有说我吹得特别棒 就是都是还行吧 继续努力就这样 你没有过那个反叛的时候吗 跟外公我不吹了 我有一个暑假我就跟她吵架了 我说不想学了 但是后来知道她一辈子去热爱这个东西 需要有人替她爱下去 哎呀妈也不能说了要哭了 怎么明白了外公的不容易呢 她年轻的时候就吃了很多苦 这外婆跟我说 然后得有人去不让她辜负吧 然后也只有我来完成这个训练 但你会有委屈吗 委屈 就是觉得你就不能夸我一句吗 从来没夸过孩子 小孩子需要严格 不行 你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你必须夸夸孩子 必须要给他鼓励的 孩子都哭了 都掉眼泪了 练到今天你觉得怎么样 从各方面讲 应该还可以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太吝啬了吧外公 你就夸一句孩子吧 为什么我会说一下还可以 因为像他这个小孩子 学钢琴的人多 学小提琴的多 学洋乐器的人多 因为我这一辈子就做了这件事情 西方有个传人 我必须要对他演 不能夸他 如果说我不坚持的话 他肯定不会有今天 这个状况 我为什么说还行 他因为他坚持了 还行 郑迪那一年参加明月大赛的时候 吹的是外公76年获大奖的水箱传歌 所以郑迪其实今天还想给外公吹一段 想让外公听一听 就没有告诉蒋老师 推起句吧 好 郑迪那一年参加明月大赛的水箱传歌 谢谢 郑迪那一年参加明月大赛的水箱传歌 郑迪那一年参加明月大赛的水箱传歌 跟着他一起 下意识的 下意识的 怎么样 蒋老师 你说一句好听的吗 还行 这何代心啊 我是很少看到说 外公特别对外孙女 能够这么严厉的 我是觉得这份严厉 归根到底 还是出于您对笛子的爱 爱得有多深 您可能就对他有多狠 我为你加油 因为你那悠扬的笛声 那种气质 我觉得就像一个 古侠大片的一个侠女 美得不得了 真的美得不得了 你我认为是一个 最棒的 最耀眼的 最让我们喜爱的 一个传承者 小时候看到别人 在外面玩的时候 我也是羡慕的 但是没有放下笛子 还是坚持的 我从来不后悔 也永远不会遗憾 来 我们现场的 三百位观众 支持他们吗 如果支持 请点赞 我为他们俩拉票 笛子是吹的 但中国笛子文化 绝不是吹的 收获了多少回赞 成绩很好 二百点 八十二个赞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他们 祝福他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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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